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名词要怎么讲 一窝蜂的一种特性 大部分的大陆的新挂牌的股票 其实一开始大家 因为中千率的问题 所以变成我没办法持有的人 我会想要疯狂的去买入 所以几乎这种所谓刚挂牌上来的这些股票 头几天都是涨停板的 那因为这个涨停板一进去以后 几乎都是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所以像FII这样的股票 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甚至我们看到有的股票 过去一挂牌一上市是连续十根涨停板的 但是这些股票都是早期的一些创业版的股票 或中小版的股票 基本上它的股本或者是市值 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但是FII这个股票很大 对 它是非常大的 它才两根涨停板 它就成为A股当中的第十名了 第十名 所以它跟过去的那些中小型的股票 是不一样的 中小型的股票 因为股票大部分掌控在主力的手上 所以它反而会更利用这种一窝蜂的情况 让这些股票好好的锁涨停 但是这么大的股票 当然持有者就分散了 有机构有法人 然后有一些大股东 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人来持有这些股票的时候 那当这么大的股票 大家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 一旦冲涨停了 跟我当时所认的这个价格 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收益 而且有很好的获利的时候 当然马上这个股票就会被倒出来 那对大陆的投资人来讲 他一窝蜂 他一看到这个跌的时候 他又害怕了 马上这个卖压又涌现出来 所以而且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一个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陆内外之投资心态的分化 是非常严重的 内资就是内地的这些股民的投资的一个资金 两边一边 就内资不看好 而外资很看好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这种分化的情况是很严重 我们比如说 我们刚好就从这边继续延续下去谈的话 像最近A股就 本来6月初冲上来 接着又开始震荡 那也跟大家讲的 像我们之前讨论到 我说其实6月可能冲一小段以后 7、8月又要继续进入整理了 因为毕竟这个纳入 入模的这个被动式的资金的买进 一旦他要的这个比例买到了 他就停了 那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 从3月底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升级 那这个就让上阵指数 一直进入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但我们在看 北上的资金就是我们讲从 这个香港到大陆的股市 到大陆的股市的资金 4月5份是禁流入的 4月份是禁流入387亿 5月份禁流入是508亿 可是 你这个意思都是人民币吗 人民币 对人民币 那2017年每个月平均是166亿 所以大家一直讲 贸易摩擦的影响 可是其实北上的资金在4月5月份 是持续的流入的 那今年的话 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是5个 就我们讲5个月 5个月来 禁流入是1317亿 可是问题是 这个部分 等于说外资它是看好 在买进这个 而且扎扎实实 你有看到资金流进去 对 但是就赏户来讲 赏户就A股本身内地的资金 它的开户数是减少的 新增开户 那4月5月新增开户数 分别是22万跟24万 可是2017年新增开户数 每个礼拜都有31万 2016年每个礼拜有37.9万 所以表示 投资者热度是往下的 那当然这是个别 那我们从基金的角度来看 基金的部分 当然他们的基金限制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的基金成立以后 只能买境内的 这些金融商品 他没办法把资金 留到海外去投资海外的 跟我们又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基金 全然就是存 投资内地股票的概念 那今年1月 新成立的基金是 829亿元 我们都讲人民币 那创了2016年以来新高 可是4月5月以后 既然回落到 5月以后 已经掉到251亿了 所以这个 表示这个基金 反而是整个规模是 开始在下滑 而且整个大型基金 就是说股票型基金 3月底的时候 他整个持股仓位 大概是88.3 就是说所有的钱 有百之88.3 是持有股票的 但是现在是85.9 然后前十大股票基金 就是前十大的股票基金 他的持股仓位是88.6 降到84.7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 就他们的那支法人 也是相对保守的 也是在卖股票 当然很多人就说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当然就是角度的问题 因为外资 他在看股票 是从本益比看 从股价进食比看 而且他买的 反正就是A50 那我们看其实 最近一周来的角度 来思考的话 其实A50的股票 其实是涨跌互建的 我想涨最多的 就我们讲这一周以来 涨最多的股票 叫大型铁路 就A50里面 还有中国太保 这个大家应该就会知道 那平均的涨幅 大概在4.4到 就是大概都4% 4到5%左右 这个是这一周以来 涨最多的 那这一周以来 跌比较多的 三安光电 三安光电 各位之前应该有听过 它是LED的 然后也就是好像 要来并我们的一些股票 那个LED的 对 那还有一个叫360 奇湖360 这个跌得比较深 三安光电 这一周来就跌了10% 然后360就跌了8.7% 奇湖360 对 就是奇湖360 后来回来借壳上市的 然后 但是除了这几只股票 其他的跌幅也大概就 2% 3% 所以其实就是一半一半 那当然就是说 从本益比角度来看 其实目前A股的本益比 目前的本益比 其实才17.2倍 股价净值比是 是1.7倍 1.7倍 所以整个跟国际市场的角度比 它的估值是偏低的 当然就说 那内支到底在担心什么 我觉得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中美贸易 的争端的问题 其实是 这个肯定是 大家不晓得 哇 这个到底会变怎么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 目前他们这个 国内信用违约的一个问题 但我把一个数字 跟大家说一下 上交所目前上市公司 信用违约率是2.2% 那你说 这个是高还是低 我们其实不知道 美国的市场的 信用债的违约率是2% 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严重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严重 因为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 那这些民营企业 其实坦白讲 我们或外资 大概都比较没有听过 但是内地人 他就很熟嘛 就是这些民营企业 他一听 好可怕好可怕 可是其实这些都不在 外资的这些 怎么讲 就在这个名单 榜单里面 都不在他投资的名单里面 所以为什么 所以对外资来说 觉得没有受到冲击 因为我研究财报 我研究什么 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可是对于 大陆的民众来讲 他新闻里头 就不断的听到这些讯息 对 所以两者之间的态度跟角度 确实产生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你判断后续是会走内资的路线 还是外资的路线呢 其实这个会有个磨合期 跟我们当时台湾一样 就是说大概会有 大概半年一年的磨合期 两个会交相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看现阶段 比如说像这个深圳 深圳中小这些的跌幅 一般来讲都比较重 OK 所以中小型的就要小心谨慎 还是要小心 但是大型的部分 因为他还是外资操控 应该说外资在观察 还在资金流进 而且财报应该问题比较小 还算在支持着这个低 他的本益比偏低的 那就是要等磨合完了 对不对 对 好